失明 除了是你的血液血液不好以外 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现在人的饮食 碳水化物 吃错误 因为碳水物吃太多 导致你的松果体跟脑下垂体出了问题 因为碳水物吃太多的时候 如果你的Beta Alpha 碳水素过度激荡 你的腺体就凌乱 这时候你的肝经一定是赌注 肝经赌注 我们的肝经是由这边来 到这里上下 悟经走这边的时候 走到这边来 刚好经过你的松果体 所以肝经赌注 它本身 它的松果体 就没办法产生褪泪气素 接着呢 除了你的碳水物吃过多 还有一个指数 现在人 尤其是女生 几乎不想晒太阳 这是绝大错误 因为卫生署一直告诉你 晒太阳会得皮肤癌 其实这是骗人的 晒太阳不会得皮肤癌 尤其中午的太阳是最薄的 那时候脂外线 永外线对身体 可以产生非常非常多的荷尔 尤其是褪泪气素 那些人因为不敢晒太阳 它的松果体根本没办法产生褪泪气素 它没有办法由脂外线产生的 那一个是静脉 循环不好 血液跑不上来 也会产生睡眠品质素不好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磁泪断掉了 你热脉磁泪断掉了 所以它也是无法导致血液加速循环 松果体就没办法产生褪泪气素 所以我还是建议 全身揉揉揉揉 如果人量区打开 松果体晒太阳 末梢打通了 你吃个糯粒酵素 几乎很快 睡眠品就改善 假如你的人量区末梢不打通 松果体这里不打通 不晒太阳 它永远不改善 这是错误的 不是要靠吃安米药 吃安米药是一定有毒 一定有副作用 松果体怎么打开 松果体就在这个地方 凉眉之间 用手这样 你用力这样去刮 你用力刮几次用 你就想要打哈欠 因为这边太弱了 你平常这里要多去搓搓搓搓搓搓搓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第三眼 第三眼这个地方 它是干筋必筋的地方 所以这地方堵住了 很多人这边一压下去 哦好痛好痛 好痛好像睡眠品的力不好 你这边打通了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放松 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躺着 你可以躺着的时候 做几个动作 脚出力量 放松 大脚出力量 10秒钟20秒放松 屁股出力量 都是10秒钟到20秒钟随便 腹部出力量 放松 胸部出力量 放松 手出力量 放松 肩膀出力量 放松 头出力量 放松 全身出力量 放松 你多做几次 因为你不能睡觉的人 手脚一定是平的 头一定是平的 因为温度错误 你只要用力出力量 他的温度就提高 你的松果体就成功推进去 你多做几次 或是老师的放松动作 躺在地板上的放松动作 你可以多做几次 你马上就可以 完全放松的睡着了 这样 吸 扶 吸 你多做几次 整个放松的 脊椎归位了 你的松果体就会产生推进去 你自然就睡着了 要睡到之前 要睡到之前 这个动作 做5分10分钟 几乎100%都很容易睡着了 让你把你的整个脊椎归位 很多疏味都拉开了放松 自然 神经这边的松果 都会产生推进去睡觉 所以 千万不要吃爱民药 其实我还是认为说 靠大正的方法 你就可以让你自己 很好睡觉 很好去做修复 这样比较好